宝贝你这个裤子是不是屁股显得有点太明显了 很大吗 不是大不大是 就是大家都很清晰可以看到你屁股的shape 那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哪条裤子看不到的了吗 你看到我屁股的形状吗 自从西梦瑶嫁给何友军以后呢 外界就给西梦瑶贴上了豪门阔态的标签 毕竟赌王和洪顺的家族事业不容小觑 婚后不久西梦瑶就生下了赌王家长孙 更是母凭子贵一时受宠无限 但不得不说生孩子确实影响了西梦瑶的事业 毕竟作为国际超模出身的她 对生产要求极为严格 生孩子呢不得不有所牺牲 当初在综艺节目当中西梦瑶还表示 生孩子以后自己变化真的很大 以前的裤子完全不能穿 连腿都感觉不是原来的位置了 最关键的是她的正骨医师说 她的脊椎有几处错位 完全是生孩子导致的身体也变得很虚 唉 这都令她感到落差极大呀 急急崩溃 我穿完之后人的整个都变厚了 我穿完之后走路的时候觉得我这个腿 就安在不是原来的那个位置上 我觉得位置都穿不下了 我一肩就在穿24了 你是顺的 你抛的吧 我抛的 你还没体验过顺产 那根本不是人的反正 你没想到真的是好像几个月睡不着觉 我就半夜里醒过来 就湿地这边 即便怀孕生子这么艰辛 喜梦瑶这么快又有二胎 看来豪门家的儿媳妇真的不好当 多生孩子也是一项必须的政治任务吧 是一个非常理解我工作 非常支持我 追熟我的梦想的一个好老婆 所以那个更多的是支持 生个女儿一个好字 我觉得天下的伟大的母亲们 都应该有更多的关怀 关怀以及更多的 就是老公跟孩子的陪伴 所以这个我肯定会做到一百分 11月初 喜梦瑶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为自己的小家庭 搓成了一个好字 可谓是赌王家族的一件大喜事 何友军直呼 女儿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 斯坦梁安琪呢 在接受采访时 更是乐得喝不拢嘴 结婚生子不是人生大喜事 可没有想到 喜梦瑶却被不少人嘲笑了 在她公布喜讯的微博下 点赞最高的评论 不是丈夫何友军的感谢 而是一条略带有讽刺的话 恭喜西贵妃以后扶摇之上 有人信任的说 西贵妃这一对儿女 算是保了她一生荣华富贵 还有的人嘲笑她 持了施育机器的 没有了子宫自由 其实关于二太的问题 西贵妖和何友军也有讨论过 何友军希望老二能够和老大 间隔三年 这样不至于总打架 然而这个想法呢 立马被自己的母亲否定了 四太坚称不能隔三年 因为那样孩子生肖会对冲 兄弟姐妹感情会不好 家庭会不好 哎呀四太这番话 令何友军夫妇哑口无言 所以西贵妖呢 此时便生下二太 婆婆梁安琪真的是起了关 而事实上 西贵妖虽然享受到了 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但产后恢复 也十分艰难 比怀孕前中了35斤哦 还留下了几株错位的后遗症 以前的西贵妖顶着名模的身份 也算事业有成了 可是接连拼生两胎 此后再想回到模特行业 估计地位早已不薄了 何况呢 还是吃青春饭的行业 再加上何友军也不希望 西贵妖抛头露面 只需要在家相复饺子即可 毕竟自己完全有能力养活家里 所以何友军撒娇 西贵妖可以不做那一模特吗 之后西贵妖回应 看身材恢复情况吧 真的太现实了 西贵妖曾经也说过 生孩子是一件辛苦的事 对于身为模特的她来说 无疑是重大打击 不过呢 或许生孩子能够拿到的奖励 最让西贵妖忘记了 生育时候的痛苦 那想必西贵妖则 已经衡量了这其中的利弊得失 无论生不生孩子 都已经是她心甘情愿的 毕竟豪梦阔态 比当迷魔还是有前途多了 而且西贵妖以后大可以转型 除了接手家族企业 还可以往全能艺人方向发展 资源定是不缺的 只能够看西贵妖自己的选择了 西贵妖虽然是模特出身 但半只脚 早已经踏入娱乐圈 自2019年加入何家以后 时至今日短短两年的时间 不仅上综艺还跨界演戏 事业版图拓展得非常快 知名度和流量 完全不输当红小花 她完全可以继续在娱乐圈 再造辉煌 延长自身价值 只不过对于豪门公子 何尤军来说 身边从来不缺少美女 围绕的情况下 生下二胎的西木窑 在她的眼里呢 还会是曾经那个光芒万丈的 魅力女人吗 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明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